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聚身认知》 副标题是《身体如何影响思维和行为》 生活中人们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 精力不够,鸡血来凑 比如说在战斗前 部队往往都要举行战前动员大会或者士师大会 来鼓舞战士们的士气 赛场上也一定少不了拉拉队的鼓劲助威 感觉好像只要在精神上鼓足了干劲 就能让身体有更好的发挥 那么身体上的改变会不会对心理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就会告诉你 身体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的 本书作者西恩·贝洛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也是专门研究人类表现的一流脑科学专家 他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聚身认知 具体的聚,身体的身 这是心理学的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研究的内容就是生理对心理产生的影响 举个简单的例子 人在开心的时候会笑 在不开心的时候如果是微笑 哪怕是假笑 人的心情也会变得好一些 好,接下来呢,我就从两个方面来为你讲解本书内容 第一,身体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情绪、思维和社交的 第二,如何通过身体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 好,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问题 身体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情绪、思维和社交的呢? 首先说说身体对情绪的影响 通常来说呢,人们的情绪会通过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表现出来 比如说,我们开心了会笑 伤心了呢会哭 有些人生气的时候会胀红了脸 还有些人紧张的时候会不停地搓手 这都是人们情绪的外在表现 然而反过来呢,你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同样也会影响你的情绪 比如说,书中举了一个女孩劳拉的例子 劳拉是聪明上进的22岁女孩 刚从一所长青藤大学毕业 并且进入曼哈顿的一间顶尖公关公司工作 然而不幸的是,劳拉相恋多年的男友 却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 她因此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一直无法从这种失落的情绪当中走出来 后来呢,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没想到呢,最后竟然是肉毒杆菌疗法拯救了她 肉毒杆菌是什么?是用来消除皱纹的 在接受肉毒杆菌治疗两个月之后呢 劳拉的抑郁症完全消失了 这是因为肉毒杆菌消除了她的眉间纹 让她在几周之内无法做出悲伤或者愤怒的表情 这就冲淡了她大脑中的负面情绪体验 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啊 不过呢,劳拉并不是一个个例 最近在德国和瑞士开展了一项研究 研究人员给一组抑郁症患者注射了肉毒杆菌 而给另一组抑郁症患者呢注射了普通的安定剂 最终发现呢注射了肉毒杆菌的患者 抑郁症状平均减少了47% 而那组只注射了安定剂的患者呢 症状呢却并没有明显的缓解 这也进一步证实了肉毒杆菌 在缓解抑郁症方面的有效作用 那么为什么身体上的改变可以影响情绪呢 这是因为啊 当人们想到任何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大脑就会重现以前类似情况下的感受 这些反应呢不光会出现在大脑中 也会表现在人们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上 与此同时啊 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 也在向大脑发送信号 告诉大脑你此时的感受 那进一步加深这种心理状态 但是如果身体不做出相应的反馈 这个情感处理的过程呢就被阻碍了 解读情感信息的重要一环就消失了 就像肉毒杆菌阻止了抑郁症患者 做出悲伤和苦闷的表情一样 他们的大脑呢 不能完整地接收到情绪信号 抑郁症状也就大大的缓解了 而且呢 一些负责记录生理感受的大脑区域 同样也在记录心理感受 以痛苦的感受为例呢 大脑并不能每次都分清 哪些属于生理疼痛 哪些属于精神痛苦 比如说一些患有背痛 腰腿疼痛等等慢性疾病的患者呢 他们更容易缺乏安全感 经常表现出害怕孤独 害怕被拒绝 但是当他们服用止痛药几周之后 身体疼痛没那么厉害了 精神痛苦也明显减少了 所以呢 减轻生理疼痛的方法 在缓解精神痛苦上 也同样奏效 如果说人的情绪是感性的 比较容易被身体活动所左右 那么理性活动 比如说思维 是不是也会受到身体的影响呢 会 我们先来讲一个谷歌公司的例子啊 谷歌呢 并不是按照员工所属部门 来安排工位的 而是让计算机科学家 工程师 以及管理者等等呢 混坐在一起工作 这种做法是为了增加 不同部门成员之间的互动 给那些平时很难有机会 打交道的员工呢 提供交流的机会 这样更容易碰撞出火花 激发工作灵感 与此同时呢 这样的交互氛围 也可以让员工多运动运动 运动有助于解决问题 甚至呢 还能提高生产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于呢 需要经常用脑的人来说 久坐可能是最差的一种思考状态了 因为约束身体 会让你的思维同样被束缚 而在房间内随意走动走动 出去散散步等等呢 都能给你带来新的想法和创意 因为运动会让支持工作的脑区发动起来 提高大脑的思考能力 改善情绪缓解压力 甚至呢 还能够帮助人们进行更好的沟通 再比如说啊 不少人觉得呢 演员啊 成天被剧本很痛苦 但是好的演员 并不用死记硬背 他们会把身体当成工具 辅助技艺 当他们真正的进入他们要扮演的角色时候 通常会把台词和动作结合起来 这样呢 不仅记忆的速度会大大增加 还不容易忘记 那为什么动作能够帮助记忆呢 比如说 演员呢 拿起桌上的饮料瓶 打开瓶盖喝了一口 皱起了眉头 顺手呢 把饮料倒进了水槽 一边倒还一边说 这饮料好像坏了 这一连串的动作和语言呢 就很顺理成章 但是如果他一边倒啊 一边说 真好喝呀 这就比较奇怪了 因为他的表演行为呢 限制了可能的对话范围 所以通过身体动作 他就能更好地记住台词 身体动作还会提高 人们的自信心和注意力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 人们想要提高效率 获得自信 就需要向大脑发送信号 发送这种信号的方法之一 就是通过身体动作 当人们做出一些 开放扩张的姿势 比如张开双臂 抬头挺胸 这样呢 的确能够让人感觉到力量 他们的精神状态呢 也会更好 因为这种姿势 可以增加大脑和身体中的 高酮含量 高酮又叫高丸素 是一种性激素 如果运动员往身体中注射高酮 可以快速提高肌肉的质量和力量 所以呢 常被用作兴奋剂 这种激素也会影响大脑 高酮含量增加 会提高人们的自信心 注意力等等 比如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他的电视节目 飞黄腾达当中 每次和选手交谈的时候 他的双腿 往往会保持岔开的姿势 在其他电视采访当中 尤其是在谈论工作的新进展的时候呢 他一般也都是采用这样的姿势的 因为呢 这样的身体姿势会传递出一种自信 和具有统治力的信号 除此之外呢 身体活动同样能够提升孩子的思维能力 比如说 九个月的时候会爬行的婴儿 比不会爬的同龄婴儿 记忆力啊 理解能力啊 更好 因为呢 婴儿对周围环境探索的越多 他们练习记忆和认知的机会呢 也就越多 这些经验可以帮助他们 在新的环境中展开行动 对于学龄期的孩子 老师和家长就更不能限制他们的活动了 研究证明 活动能够增加孩子了解外界环境的机会 辅助他们思考 这对于孩子脑力的发育至关重要 比如说 适当的体育活动可以提高孩子的专注力 让他们更专心的学习 再比如说呢 让孩子把他们读到的故事表演出来 可以提高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记忆力等等 所以呢 身体动作可以改善人们思考 记忆 注意等思维能力 好 通过前面的介绍 我们已经了解 身体活动在改善个人情绪和思维活动方面的巨大 实际上啊 实际上啊 身体活动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个人 还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通常来说呢 人们可以通过他人的身体语言 比如 面部表情 身体动作等等 来感受他人语言背后真实的想法 有时候呢 人们为了掩饰自己啊 经常是言不由衷 但呢 身体语言往往会出卖一个人的真实想法 比如呢 扑克玩家的一个小动作 想不经意间的弹一下扑克 就有可能透露出他手上的牌好不好 再比如啊 大多数人都有一只优势手 用优势手来完成动作会更自然 更简单 就像人们呢 会更倾向于选择优势手同侧的产品 也更习惯于用优势手来表达好的事情 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萨桑多做了一项研究 他分析了2004年和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最终辩论当中 所有候选人的讲话和手势 2004年大选的克里和布什都是右撇子 而2008年大选的奥巴马和迈凯恩都是左撇子 最终的研究结果显示啊 对于左撇子的奥巴马和迈凯恩来说 与左手手势相关的都是强烈的正面陈述 用来表明自己支持的事项 而与右手手势相关的呢 都是负面陈述 也就是自己不支持的事项 尽管他们在言语中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这些倾向 而克里和布什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因此呢 准确的认知和识别他人的身体语言 对于社交活动来说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人们还会把他人的行为投射到他人过去的动作经历上 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他人的情绪 这种现象呢 就是疑情效应 比如呢 当你看一些悲情电影 虽然故事并没有发生在你身上 可是呢 你还是会伤心落泪 这就是因为啊 你对剧中的人物产生了疑情 科学家们认为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疑情效应 是因为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的存在 通过镜像神经元 人们可以映射自己所看到的动作和相关的情绪 从而呢 拥有了一部分理解周围情绪的能力 正是因为镜像神经元系统的损坏或者缺陷 自闭症患者无法产生疑情效应 在自闭症患者的眼中 微笑不会被理解为友好的信号 而只是面部肌肉的一种特殊移动方式 所以呢 他们无法理解表情背后传递的含义 才会出现社交障碍 因此身体语言是非常重要的社交信息 人们可以通过观察他人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 猜测对方的感受和意图 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 然而呢 随着科技的发展 面对面交流机会越来越少了 虽然网络上的虚拟交流 节约了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 但是研究表明啊 物理距离会激发心理疏远的感觉 人们可能会因为距离而产生不信任感 从而呢 很难达成共识 所以说 人们在讨论最为敏感和重要的话题的时候啊 最好能够面对面进行交流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 身体和头脑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单向的 而是相互影响的 不仅大脑活动会影响人们的身体活动 反过来呢 身体活动也会影响人们的情绪体验 思维活动以及社交方式 那么人们如何才能通过身体活动去改善精神生活 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 拥有更加幸福的人生呢 作者给出了三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第一 运动铸就最强大脑 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者们设计了一系列的认知测试 目的在于考察儿童思考 推理和记忆能力 研究者将孩子分成两组 一组呢 在跑步机上快走20分钟 另一组孩子坐在椅子上 休息了20分钟 结果发现啊 运动组的孩子在锻炼之后 不仅在认知测试当中的表现 优于休息组的孩子 而且呢 他们的大脑也运转得更流畅了 很多针对成年人的测试也表明 短时间的有氧运动 可以帮助多巴案在脑中传播 多巴案在脑功能的很多方面 都起了重要作用 比如呢 它可以控制动作的灵敏度 提高人们的满足感和专注力 运动会让支持工作记忆的脑区发动起来 提高大脑的思考能力 改善情绪缓解压力 甚至呢 还能帮助人们进行更好的沟通 因此呢 身体强健的人 在工作当中啊 也更容易获得成功 对于老年人来说呢 运动的好处也非常多 研究表明 人的身体中有一种线粒体 可以为细胞和肌肉产生能量 但是通常这种线粒体 在老年人的身上 会出现衰退 然而科学家 从经常运动的老年人的 肌肉纤维上提取的样本发现啊 他们的线粒体衰退 并不明显 除此之外呢 经常锻炼的老年人 比不常运动的同龄人 罹患痴呆症等老年疾病的可能性 要小得多 因此呢 运动有助于保持大脑的活力和健康 第二 冥想 有助于提升专注力 冥想是一种以身体为中心 让大脑平静的练习方式 在缓解焦虑 对抗压力 提高专注力方面呢 很有帮助 近年来啊 冥想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推崇 像戈尔和希拉里 这样的政治人物呢 也会利用冥想练习 来管理自己涣散的精神 并与工作带来的压力做斗争 冥想的核心理念 其实就是练习 如何将感受聚焦于身体 专注于当下 埃克哈特托利 在《当下的力量》 这本书当中也讲到 人之所以不快乐 是因为人无法控制 自己的思维活动 他认为啊 人的思维活动 90%是没用的 都是在心不在焉 或者是在回顾以前的事情 或者是预期未来 可能发生的事 这是大脑一种默认的运行状态 虽然这种思维活动 可以让人们从过去的经验中 吸取经验和教训 并对未来进行有目的的思考 但是这种对当下注意力的缺乏 却会花费你更多的精神成本 简单来说呢 涣散的精神并不快乐 人在专注的时候 才最快乐最充实 有科学家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扫描了有经验冥想者的大脑 发现呢 他们无论是否处于冥想状态 本应在思想游荡的时候 活跃的脑区都比较安静 他们的大脑啊 似乎总能在心不在焉状态 即将取代专注状态的时候呢 自动发出警告信号 从而压抑住开小叉 因此呢 长期的冥想训练 能够改变大脑的思维方式 让专注于当下 成为一种默认状态 从而呢 提高你的专注力 第三 自然环境可以帮助你恢复脑力 实验证明 人们所处的环境 会对你的思考和推理能力 造成很大影响 比如啊 很多学生啊 私底下思维很活跃 但是只要被老师叫起来发言 就会紧张的 连话都说不清楚 这是因为呢 如果你的注意力 被紧张情绪吸引 那么你的思考状态就改变了 神经元进入了危机模式 负责集中注意力的神经区呢 就会停止和大脑负责逻辑 记忆或分析的其他区域 进行有效沟通 但是呢 如果你换一个相对宽松 舒适的环境 比如说呢 在花园中待上一段时间 就能够帮助你思考 恢复你的脑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对于人类而言 专注的能力非常重要 但是呢 人们不可能永远地 处于专注状态 适当地让自己处在一个 相对宽松随意的状态中 反而呢 能让你在工作的时候 更加专注 与自然的互动 对于心情沮丧的人来说 就更有必要了 对于有抑郁症的人来说呢 在自然中散步 会获得比健康的人 更多的脑力提升 情绪也会相应变好 那些忧心于自身疾病的 癌症患者 也会在与自然亲密接触之后 获得较为积极乐观的心理认知 抑郁和重病所带来的精神疲劳 也可以通过接触自然环境 得到缓解 因此呢 经常在大自然中走一走 对于精神的恢复 有很大的帮助 好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今天所讲的内容 我们呢 先是了解了身体 对于大脑的影响 身体活动 不仅可以改善情绪 提高思维和认知能力 还能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为了让身体活动 更好地改善你的精神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呢 你需要多动一动 习惯性地冥想 并且经常到大自然中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这样可以有效提高 你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 让你拥有更加幸福的人生 感谢观看